先用黑色的焦点试一下这个效果 档位呢是调到三档 看一下 这样的旋转 焦点有轻微磨碎 然后再试一下白色的焦点 装到里面 看一下 也是同样的力道 松开 这个焦点也有磨碎 然后再试一下 专门定制的这个 PU胶垫 清掉 看一下 用PU胶垫就可以形成 机器本身带的刹车就会起到作用 这是三档的时候就能起到 机器就能完全停止 说明这个力道能完全传导到瓶杆上面 这样的话就可以锁得很紧 然后咱们再试一下档位再大一点的 这样的用意就是力道有点大 稍微机器呢 瓶盖 机头已经停的工作 但是还会是会有点轻微的 有轻微的旋转 这样的话就是如果说这种状态使用的话 对那个机器的本身的话寿命会有一个影响 但力道呢已经完全够了 三档的时候力道也其实已经完全完全够了 刚刚调的是大概六档 我们再调为三档 三档或者四档左右吧 再试一下 这个机器 也能完全形成很好的刹车 其实机器本身形成刹车的话 类似于汽车上面 那个自动挡上面 如果有刹车之后 其实机器本身已经不工作了 已经那个 此轮的话 咬合已经松离了 这样的话就可以延长机器的使用寿命 这样子 从来 gibi 你不在沥的 充满 又有三档 那边 这边